家里的插座上面这个插孔太松动了 当我们充电的时候呢 你看把这个手机充电头插上去以后 非常的松动 这样呢一碰就掉了 根本没有办法实用怎么办呢 其实像这种情况都是插孔这边的问题 我们呢给它处理的时候 用一个一次性筷子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修复好 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它的修复方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种插座呢 我们在修复之前 首先先把上面的面板我们给它拆下来 拆的时候在下面 这边是有两个卡扣 我们这样给它扣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面板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再拆另外下面这一层面板 给它扣开之后 就可以给它修复了 扣它的时候呢 在它的两侧都是有两个卡扣 我们这样 把鲁子刀塞进去以后 给它撬一下 这边撬完后 然后再撬另外一侧 我们看 就这样给它撬开了以后 然后啊 上面这个面板就可以把它拿下来了 我们看 这样拿开了以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插座 它的插孔太松 夹不住手机出现头 它的根本原因呢 就是我们再来看 先把插头插上 你看 原因啊就是 上边这个夹片 非常松动了 张的嘴比较大了 没有办法夹住这个插头 所以它才特别松动 两侧都是一样 我们给它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用这个一次性筷子 然后呢 把这个 上面这个 红片给它 往这边 修复一下 让它回下位 你看 这样把它 推过来 这边 推好之后 然后呢 把另外 这个 也给它推一下 我们看 这样给它 推过来以后 我们 再来试一下 试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夹紧 你看看 你看 这样在 插上去后 就变得非常紧了 你看 它也怎么也不掉了 是不是 非常紧 测试好之后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插头 给它拔下来 接下来 把上面的小东西 给它再 恢复原位 恢复好之后 然后啊 我们 把这个面板 再把它装回去 装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你看 好用不好用 扣好以后 把上面的面板 再给它 扣上去 然后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你看 把它插上去后 非常的紧 你看 是吧 怎么 它也不掉 非常牢固 就是这么简单啊 插头松动了以后呢 用个筷子 就可以快速的 把它修复好 这个方法呢 简单又好用